哈囉 大家好 各位觀眾TV的採訪團隊 現在在的位置就是 約旦阿曼的舊城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 接下來舉行一場遊行 主要這裡有非常多的 約旦的巴勒斯坦裔的群眾 自發性的來到這裡就是要抗議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想要宣洩的不滿 就是要來深淵巴勒斯坦的拼命 主要就是因為日前在加薩地區的醫院被轟炸 讓他們感到非常的生氣 那麼其實過去幾天 我曾遇到美國駐約旦的大使館 以及以色列駐約旦的大使館 在那邊集結抗議甚至一度 要往裡面來縱火 但是卻被制止了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還有這樣的行徑 所以現在整個大使館的附近已經被封錄了 所以這些民眾原本是希望可以到 以色列以及約旦邊境 監禁死海這個位置來進行 看一隻是同樣的 也是因為太敏感 有了